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继续带来2020年的Omega联赛 那么维京人对战OGBO3的第三场决胜局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先跟大家乞讨一波三连 或者是点赞投币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支持 如果大佬能够直接打赏投为一波的话 也是不胜感激 谢谢各位 咱们进到比赛当中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维京人对战OG的阵容 感谢风云大佬的50SEK 谢谢老板 那这场比赛 OG的阵容拿的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Sav打了一个三号位的风行 然后Bit1的死问 Topsen的中单小小 NOTA的小精灵和Saxa的大牛 维京人的阵容则更加的肉一些 两边这个阵容也是比着肉 相比之下的话 维京人这个阵容更肉一点 中单伐木机 四号位的末日 三号位黑咸 三大哥位的炼金 然后还有一个的辅助 是老奶奶这个点 老奶奶这个点 好 我们进到这个比赛当中来 丛林肉博 谁跑谁孙子的局 反正这场比赛 打起来应该会充满力量感 两边肌肉的碰撞应该是不少 就是两边都穿着一个这个黑色的短裤 或者或者是黑色的内裤 都是这个非常威武雄壮的肌肉 特别的拥有一事感的这种椰子油涂满全身 外加上这种淡黄色的灯光 一边打着一边发出各种各样的 这种肌肉碰撞的呻吟声 看下这场比赛 刚一上来两个大汉 就是先在这边先来了一波 来了一波 然后呢这边这几个比较瘦弱的人 现在也是产生了一些碰撞 看下大牛 这里一个魂扔上来以后 把这个魂收回来 可以搞事情了 追着对方的这个带坐骑的人一顿锤 没得完现在血量不是很多了 末日开始焦土在追 不过一级升了焦土 追不死人的话会亏不少钱 会亏不少钱 这边仗着自己身上有个离子盾 也是把对方两个人全都吓跑 但是并没有能够去形成有效的一个击杀 赏金神服方面的话 OGG也是开局空到了三服 又是一个比较小传的开局 有观众可能这个时候又会问了 说大叔这场比赛你看好谁呀 对吧 你快说 一般来说 我是不会去 去预测比赛的 但是这场比赛 OG赢定了 好吧 这里刚才上了 小鸡 漂亮 这里是微精神拿到了一血 微精神拿到了一血 这是直播还是录播 录播录播 赛在下落 这里拿到了对方英雄的一血 击杀了对方的一个老奶奶 赛的这封形啊 这个英雄 应该有的看 因为封形这个英雄 在最近我找素材的时候 真的 我提到过可能提到过两三回 就是封形这个英雄 最近在打比赛 路人局的时候 真的是拿出一把 就是一个绝活 挖一把一个绝活 挺吓人的 这个英雄 大叔看我 这局时零开 老铁这个名字也是有毒 这个老铁的名字叫做 这局时零开 不是我说这场比赛 OG时零开 是这个老铁的名字 他叫这局时零开 练金 这场比赛在下路 目前是7-1的一个正反果 开局的话 比他们 第一场比赛的那个练金 开局要顺利的多 中单小掌和伐木机 两个人现在也是 护肥这个状态 这一个捆 捆中了 捆中了的话 伤害还是不够 练金术这块 组了一个酸物 稍微掩护一下 死恩 又是拿到对方的一个小鸡 一杀到了对方末日的一个小鸡 报了一箭之仇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末日也是杀了他们的一个小鸡 感谢 Magical97的小本子 伐木机搞不好 对象要被单杀 伐木机被小小单杀的概率不是太高 因为 小小缺少有效的耗血能力 现在这个版本 这个2B 这个位置还好 有一个奔腾 那接触这一个奔腾成功的撤回了 第一件装备呢 还是打算直接就裸一个瓶子 欢迎会员SG SG大佬也是续费啊 感谢大佬会员续费 这小小扔了一件伐木机 这是伐木机单杀小小比较容易 那小小单杀伐木机的话太难了 看一下这里崩一枪 然后呢 SAP这个地方 现在三级的加点 是两级的撑影剑 加人一级的捆 他并没有加这个封部 这里坐一下 但是这哥俩没伤害啊 这个老奶奶少一个崩 老奶奶其实这波有点着急了 他如果能够去等到自己的 一技能CD赚得差不多了以后 再跳上去的话 这波应该是能杀的 伐木机这版本咋样 大家说 伐木机这英雄 每个版本都差不多 因为伐木机这英雄 他没有办法 再去做什么太大的改动了 他所有的伤害都是纯粹伤害 那这个英雄 他上场的效果怎么样 就是看这个版本 其他流行的英雄怎么样 这个版本特别流行 那些减了治疗的 那你这英雄就很难上场 这个时候小小把他扔回去 那下路这边大牛是被击杀掉了 大牛被击杀掉 人头数暂时是1比1平 练金术是这段时间的补刀 那稍微被欺负了两下 死问现在是一级的锤 一级的吼 还没有去加自己的被动 留点了 没有加被动的原因很简单 前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不想过早的推线 不想过早推线的话 就可以不加这个被动 但是这时候三级好 刚说完他就加了 好吧 刚说完就加了 这边这个位置要死吗 还好一个锤锤住对方两个人 然后直接往外撤 SG大佬 看一下这里老奶奶 飘好了 这边风行的一根剑直接射死 SG大佬问狗头不知道为啥没了 断掉后需要重新积累了吗 不需要 你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就是标识 那个是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的了 成年体了 现在是成熟体 小精灵连上死问以后 看一下这个死问 现在有这个血量掉的 也是有点尴尬 跟对方这个开始交图 末日对撸的话 死问跟这个末日对着耗血的话 不是太划算 看一下末日这边身上的吃兵 现在是一级 有一个绿鞋加一个瓶子 死问跑过来去清这一波也怪了 这个也怪的数量蛮多的 这个黑钱一个拉 拉回来以后 感谢到了微信打赚的15块大洋 谢谢老板 这里2B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李子顿 也是把梅德湾吓跑 梅德湾这场比赛在上路的这个血线 拼的也是真的凶 很极限的一个血线 因为知道对方这个阵容 现在没有办法去支援 所有的人在线上都能看得到 所以只要保证 线上这两个人的伤害 不足以击杀我就可以了 我说大叔是不是忘记了女装的事情了 哎呀距离500个会员还早着呢 安全不用担心女装的事 双倍伐木机在中路接着欺负小小 不过这个小小其实经济跟伐木机也差不了太多 因为小小这个英雄 就是对线打不过你 大不了我都不打你了 直接往野区一钻 一样能发雨 不影响 这个地方奔腾 上来给上一个锤 但是奔腾的时间还有 可以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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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真空一拉 漂亮 小小追完过来以后 可以收一个对方的末日 这波直接拿到一个末日的人头 再往前追 可以找一下黑弦 看看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视野 扔过来 然后扔一棵树 Nice 特别在这里直接拿到一波双虾 小小这波双虾以后 下路的风行无解肥 炼金术士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钻野区不经济了 那么接下来就看 我这一堆野区的压制了 有一个辅助小精灵 加上这场比赛是一个风行的话 压野区特别强 风行是一个压野区能力 爆炸的一个英雄 用过都说好 好了 漂亮 这波小小是直接把 对方的炼金术士给抓死了 而且小小这英雄 也是一个抓对方炼金术士 非常好用的英雄 感谢这局 时灵开大佬的新会员 谢谢老板 老板你这个头像里的猫 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 但风行在下路 已经开始去入侵对方野区了 呃 待会儿小精灵 连着小小随时飞 随时飞过来以后 就可以去对这个 炼金术士完成一个 非常轻松的一块的击杀了 我刚跨完你别死呀 风行在下路已经又是单杀 诶是单杀吗 不是单杀 应该是配合大牛给了一条技能 击杀的对方老奶奶 天然绝守这波被击杀掉以后 看看小小小 加上小精灵两个人 直接绕到后边过来 这里绕进来以后 把树直接开了 VT二连打一套 强了对方的一个 这个黑鞋 还差一巴掌呼死 然后直接选择一张TP 发动机制过来打一套 但是没有打死 小精灵和小小两个人 双双TP成功 小精灵状态比较好 踢的是上的这一塔 小小则直接回到家里边 这个时候死闻 已经是有了六级的大招 经济方面死闻目前还是比较惨 但是问题不大 死闻这个英雄 反正往野区一钻 一会就刷起来了 一会就刷起来了 小小连杀三级 小小连杀三级 加上两个人 一波暴走 小小小连杀三级 连住 然后呢 死闻这个地方 是被对方拿一个真空拉了一手 不过问题不大 看一个好 一根穿晕剑 再等下一个锤的CD 下一个锤的CD 锤的CD太久了 锤的CD太久了 小小就要给人一扇波 然后让一颗树直接打死了 小小的英雄现在真的 小小的英雄现在真的不讲道理 这个英雄 大家 如果你曾经是一个用小小的高手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版本的小小用起来 会比当初你用起来可能感觉更爽 小的英雄现在实在是太强了 这波又是直接秒掉了黑弦 炼金现在是4600 经济反超到了几方第一 但是在全场 他只能是跟对方的这个死问 死问并列第三 还落后一点点小小 还落后不少在风行身上 炼金这块一角CT也没有踩到 那么现在团队经济方面OG领先着3000加 这场比赛之所以有说这个OG赢定的原因 就是因为第一场比赛 炼金术是这个点 他虽然刷起来以后刷成了一个无解肥 然后并且成功的赢下了比赛 但是那场比赛的前提是 OG的阵容严重缺输出 严重缺输出的情况下 那么你这个炼金刷起来以后确实很厉害 但问题是这场比赛OG全是输出 就甚至团战的时候 这个大牛如果能多撞到一些人和英雄的话 他上了轮你两巴掌都凑不了 看这里能不能够 感觉这个杀不掉啊 你这个大招白给了呀 这么打很亏的 其实而且自己还得跑 自己不滑的话你可能也要出事 中路这里又是击杀掉了一个黑弦 然后呢风行连着小精灵 能跳这边也是见谁连谁 看一下小小这里为T2连扔一发 然后呢为一个柄砸晕 不过并没有后续的伤害 这个狗也空了 操作也让已经开始有点变形了 能看到出来围京人现在这个心态有点炸 这张比赛压力有点大 整个心态上见着有点疯 大牛这块小CT养护一件小小车退 风行又跑到上路接着刷钱 死问则是在对方家的野区在轰轰刷钱 连金收拾在几方下路的野区和线上来刷钱 居然有比赛 我以为刀子已经凉了 不至于 中路一塔正好是被小小给反补掉了 看一下这个小小现在身上的装备 诶 这里是来到了上路 要配合风行去强杀对方的末日 这里应该要扔一个兵砸一下 给一下伤害漂亮 都站在这里拿到这个人头 但是SAP这个位置应该是跑不掉了 我感觉 小小只给上一套技能 小精灵要开大 拉回去把它漂亮 这波买的太及时了 连上以后 以后魔棒直接把这封印给买回来 然后呢 在紧接着利用自己大招 结束的时间 把它拉回去 为小小挑刀 VT二连 那又是一套技能 瞬间秒掉了对方的黑弦 这波之所以能够直接一套技能 买了黑弦是因为大牛 刚才给了一个魂 加上满级的自然之血 这个被动 魂出了以后 是捡对方的魔抗 也就是说 刚才黑弦是处在一个 零魔抗的情况下 吃了对方 小小一套 VT二连 这种第一时间 这个 就是第一场比赛 所有这里VT二连 然后接一个锤 大招开起来 上来一刀 两刀 直接砍死 站上前追 等到这个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套爆发有点高啊 没想到你直接被秒了 当天灵这个地方 飞回去以后 老奶奶开了一个大招 掩护一下 但是刚才伐木机的这一套 打到死门身上 伤害还是高啊 这里下灵灵 飞走 然后 有没有机会去连一下队友 没有 有没有队友可以让他连了呢 小小一套这波等死了 哎 这 这不能让他跑了吧 可以想这边一个奔头 加速 然后 NOTEL这里选择一张TP 也不多得点天真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富士之强的 幻象 攻击力比较高 这波打完以后 人都是15比3 前前后后 这波团战最终打了一波 零换三出来 那么 死门的节奏被断了一下 炼金术是这段时间也是没有去参团 他的是在刷自己的灰药 还是夹腿双护腕 火刀斧 然后直接做灰药 做完以后呢 是第一件装备直奔强袭 这场比赛他没有先做BKB 而再做强袭 这里卫饼杂晕 漂亮 一套技能 顺秒 没了 这个地方没了 这个卫饼先手确实是有点 有点个应人 看一下这里 诶 这一个拔木机的技能 被炼金术是赶到了战场 奔腾炼金 张来后一个瓶子 扔到小精灵的脸上 然后老奶奶这边开始往前吐火 NOTIO这里被砸了好几下 这个血线也是下来了不少 小小这里想过来以后跳脑找人 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能够去进攻的目标 炼金术是现在的经济 已经是保持在第一段时间了 虽然说优势很小 但是这波死问被击杀 他还可以接着美滋滋的回去刷钱 看一下这里又是一个VT2连 打一套 伐木机还没有死 对着为一个饼 然后小精灵连着风行上来 不过这个风行打伐木机 看下大牛 这块给上一套CT三连 漂亮 直接秒掉对方的链金 链金这波被秒以后 要积极照往前推才可以 OG这场比赛不能给对方太多的机会 这里又是风行一个捆 再加上一个大招 死问开大 两刀直接剁掉 然后再往前吹 小小一个山崩 再把对方老奶奶扔回来 落地以后一刀 落地之前这里是死问给了一下 然后落地以后摔的伤害 是让小小的到一个人头 这波团圈打完了以后 OG是把对方打了一波 进入团灭 发生了 radian's middle tower could use some help radian'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个阵容就是输出太高了 这里有扔过来一个黑弦 再给上一个山崩控一下 风行这里直接开始大招 一个捆 这个捆没有中 但是跟上觉得几根剑 还是直接把它给一死了 风行这边因为身上 直接出的是一个MKB 所以这个大招的伤害 有点吃人 Cab这边自己喊了个自己的名字 但斯文的境界 又是反超回了全场第一 连金术因为刚才节奏被断了一波 所以稍微有点尴尬 斯文这根空刷得也确实是快 没有办法 又快到了大叔的 我上午也行时间了 一个锤锤锤锤锤 然后直接锤掉 你看这个如果是第一场比赛的话 就在游戏的这个时间段 他们这个伤害是打不掉这个连金的 就连金如果开大的话 打不掉的 但这场比赛 他们就可以随便把这个连金敲死 甚至死问都不需要开大 就可以把它敲死 这发音机上来打一套 这套伤害对于死问来说 这个伤害是蛮高的 这一锤垂度 大牛再给上一个大招 风情直接开大枪了 Nice 2B的黑咸最后是被终于生物杀了 被终于生物杀了 这波电影角手被击杀掉以后 上路的二塔给他拆掉 拆完了以后双方团队进行插拉开到了1万 然后呢死门继续保持无解肥 身上的装备是假腿封脸冲刀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应该是 他要直接做强袭了 这场比赛并不打算出BKB 并不打算出BKB 直接做强袭 要说什么英雄适合打死门 看一下这里死门现在没有大 然后要等风琴的直说 这一块黑咸直接被秒 死门这样还是没有大招 开着吼往前再追 老奶奶这里为一个柄往上跳 但是这个死门的位置和小精灵 这个小精灵的位置有点尴尬 这个时候 小精灵选择了买活赶回战场 这个时候看一下死门手里边还是没有大 但是小精灵直接把他给拿起来了 BKB开起来 而Madewan这个地方 他的BKB是小精灵帮他带过来的吧 我觉得 看一下这里死门的大招 还有不到10秒钟 然后呢大牛一脚大招给上去 中小小再给上一个山东 直接带走 漂亮 这里还剩下一个伐木机 这个伐木机跑不掉了 小小这里一个头只在带大牛一脚踩 直接带走 那么感觉刚才这个地方我们回看一下 回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死门的BKB 应该是小精灵的买活赶拿过来的 看一下 还不是 还不是 是他自己之前身上带的 没注意到 好吧 已经GG了 刚才这波团打完了以后 这扬比赛就直接已经GG了 不过确实维京人也知道 这扬比赛已经回天乏处了 因为自己的 核心点位练金根本就站不住 对方的输出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那么最后一场比赛21分半就直接结束了 那么好吧 这样的话 OG也是2比1 战胜了维京人 拿到了小组赛宝贵的一个圣场 我们稍时休息 不是稍时休息 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 明天没有直播 我休息一天 后天会继续给大家直播比赛 那么提前预告一下 后天的两轮比赛 第一轮是OG的 第二轮比赛是秘密的 那还是晚上8点开始 应该是会比较精彩的两场比赛 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来捧场 谢谢各位 咱们今天就到这 么么哒